我終於買到我夢想的東西了 嗨 大家好 都將です 你們晚上洗澡的時候會泡澡嗎 我還在台灣的時候 就幾乎每天晚上都會泡澡 可以幫助減肥又可以加速血液循環 我自己真的非常的喜歡 那我來日本呢 今年是第二年 可是在這兩年之前呢 我竟有在北海道大學留學過 那個時候是用淋浴的 所以沒有浴缸 那在之後呢 我兩年前到日本之後 第一個住的地方是sharehouse 那sharehouse也是一樣 就是只有淋浴啊 沒有浴缸 可能是比較乾淨啦 因為畢竟大家都泡過的東西 如果沒有好好的清潔的話 可能會沒有那麼多人敢用也不一定 然後接下來呢 我就搬家 搬到之前那個家 之前家是有浴缸的 可是 我那個時候為了省水費 所以就一直沒有泡澡 到了現在這個家也是有浴缸的 可是因為我們這邊 真的是天氣比較冷 所以我就想說 比起開一整晚的暖氣 還是一直開暖氣 我不如在睡前泡澡 說不定身體會比較熱 就沒有必要一定要開暖氣 那真的 我試過一次之後覺得真的泡澡太舒服 而且完全不需要暖氣超級暖 身體超熱 我又再度的回到了我每天泡澡的生活 那泡澡呢最重要的就是入浴劑 所以我就上網查 在日本的Amazon有賣一個入浴劑的福袋 那你覺得剛好是新年了嗎 就送自己一個禮物 所以我就說Amazon上面訂了這個入浴劑的福袋 馬上開給大家看 哇 它是 它是長這樣子 噔噔 它這個箱子是本來Amazon寄給我的 它把這個 真正的箱子放在裡面 有點二次包裝的感覺 有點難啊 等一下我拿一下工具把它打開 有點重欸 登登 長這樣 入浴劑的福袋 那上面有寫還有100個入浴劑 我們就看它到底長什麼樣子 其實它這個一包才3000多塊 有100包 我自己覺得很便宜 每天還蠻值得花的 比起每天去外面買入浴劑來說 我覺得便宜很多 好期待 登登 我把袋子拆開了 然後它上面寫 毎日楽しいフロ 就是每天的泡澡時間都很開心 那我們趕快把它打開來看看 裡面有哪100包 我超期待 因為我自己是還蠻追求入浴劑要不一樣的 每天有不一樣的入浴劑才有不一樣的心情嘛 那我現在把它打開囉 等一下 我好像聞到一個味道 它這個味道啊 它透過這個紙箱飄出來耶 天哪 可見它的香氣很重 把它打開看看 給大家看囉 登登 哇 首先 哇 這個是 聖誕節包裝版本耶 那我們把它全部拿出來看看 還有生薑湯 哇 還有這一種是塊狀的 所以它會啪啪散開的 剛才只有粉狀 原來還有這種塊狀的 不一樣的 還有芒果的耶 我懂了 感覺它應該是只有50種種類 然後每一種給兩包 還有這種柚子的 我自己是柚子控 誰看到有柚子的 超級開心 等一下 讓我整理一下 因為它有點太多了 天哪 是賴夫厲害的檸檬耶 這包裝也太可愛了吧 這是完全是女生會喜歡的那種東西啊 還有這一種是巧克力的入浴劑耶 然後我發現一件事 我現在已經把單包裝的全部都放在這裡了 然後我發現它盒子裡面還有一個是另外一種盒裝的 然後我把它打開看 那這一包裡面好像都是一些很有名的溫泉的泡湯的東西 燈別啊 然後 草莖 還有香 跟 油馬 還有別府 那這個很有趣是它上面都有畫那個當地的名產 像是燈別啊 它就有畫這個鬼 也還蠻有名的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全貌 這個入浴機的福袋就是我自己送我自己2019年的禮物 看到這堆入浴機就覺得心情很好 想到每天晚上的泡澡就 太棒了 相信有泡澡習慣的人一定有跟我一樣的感覺 那接下來呢 我會把這個每一包泡起來的感想 還有詳細講說 它的這個味道啊 還是泡起來感覺舒不舒服 會溶解的快不快 這些心得把它貼在我的instagram上 有興趣的人可以看喔 好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先祝大家2019年 試試順利 過快快樂樂的豬年 那如果說呢 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都歡迎幫我按一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而且開啟鈴鐺 接收最新的通知 那有如剛才說的 我的入浴機的心得 都會貼在我的instagram上 我instagram在這裡 登 有興趣的人都可以follow一下我的instagram 那要這樣子啦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